今天给大家统计了绝曲0 1.1版本中可获得飞龄的数量 方便各位神将做好后续抽卡规划 关于统计说明 版本时间 1.1版本将在8月14日上线 绝曲0 1.0持续时间为42天 因此1.1版本也暂时按42天计算 1.1版本结束时间为2024年9月24日 上下半持续时间均为21天 每日活跃度奖励 完成每日日常任务 并达到最高活跃度 每日可得60飞龄 0号空洞积分奖励 1.1版本期间0号空洞将进行6次更新 完成全部委托 最高可得960飞龄 此外1.1版本还将新增0号空洞刀根火分 通关预计可得240飞龄 事于防卫战统计 常驻玩法事于防卫战在1.1版本将会进行3次更新 满星满层通关可得720飞龄 但5至7层难度较大 目前大部分神将代理人未能满星通关 因此只统计前4层飞龄数 此外1.1版本还将开启纷争节点 完成全部关卡 预计可得1600飞龄 版本新活动奖励 《沙罗黄金周》是版本的大型主题活动 是新爱丽都最瞩目的假期 完成全部委托任务 预计可得600飞龄 金牌售后 开启售后服 完成全部修缮任务 预计可得300飞龄 治安官的一天 体验治安官的工作 帮助市民解决难题 完成全部委托后 预计可得300飞龄 第一幕 第一镜 帮助新来的导演完成拍摄任务 预计可得300飞龄 实境战术演练 完成战术演练 预计可得350飞龄 飞龄奖励统计汇总 林克党 预计可得9330飞龄加15加密母带 折算后合计可获得专票73抽 小月卡党 预计可得13110飞龄加15加密母带 折算后合计可获得专票96抽 大小月卡党 预计可得13890飞龄加19加密母带 折算后合计可获得专票105抽 防尘迷玩家 获得奖励乘以7分之3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是与防卫战警统计了前四层满星可的飞龄术 各位神将按自身实际增减即可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各代理人的具体抽取分析 后续也会发布 给各位提供参考 那么你在1.1版本想抽哪个角色呢 是准备抽轻一还是减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给大家看